上期我们讲了坏种 有位粉丝私信说想看孤儿院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看 但就算只有你一个人看 我也会讲 想和粉丝不多 我还是宠得过来的 众多网友看完这部影片纷纷表示 看完抑郁的想先桌子 而豆瓣也给出了8.2的高分 故事原型中的小女孩叫纳塔利亚 你看她是个9岁的小女孩 其实她已经22岁了 故事开始 在一所孤儿院里 女主出睡 这让她想要把未出生孩子的爱 放到即将领养的这个孩子身上 在孤儿院中 她看到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很是开心 男主却被一阵歌声所吸引 与其他女孩不同的是 眼前的主的心意嘛 女主同样第一夜 就被小林所吸引 她很开心 当即就认定了 自己要领养小林 她不知道的是 这将是她这辈子 做过最后 其乐融融 还生笑语 充满了整个屋子 但是这家人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在一个乌七妈黑的夜里 小两口正准备为庆祝小林的到来鼓掌时 小林却带着小女儿 走进了他们的房间 声称害怕打雷 想要爸爸抱着睡 女主感觉这也没什么 并且还觉得 小林已经完全对他们放下了防备 欣慰的笑了 可慢慢的 小林的内心展露了出来 男孩在射击时 不小心打中了一只鸟 小林一砖下去 说是帮她解决痛苦 在公园里看到了 之前嘲笑她的女同学 她冲出来 直接把女同学 从滑梯上推了下去 更离谱的是 为了不让修女追查她的身世 她打开保险柜 拿出了里面的手枪 并且右手抡起了一把锤子 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哪来得了一起 拿起这样的锤子 她欺骗小女儿 来到了修女回去的必经 问小女儿有没有受伤时 她从后面抡起锤子 一下就把修女给干倒 之后又把修女拖到小树林里 发现修女还活着后 她追了上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不知道打了多少下 直到血溅满了整件衣服 小林才停手 在小林不慌不忙地 处理完沾血的衣物 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 我是你姐姐 我会好好保护你 单纯的小女儿再一次选择相信 他们从木屋出来时 正好被男孩看见 晚上小林便拿刀威胁她 如果敢说出去 就弄一些与身份不符的话 夫妇俩带着小林去看心理医生 可医生也被小林的语言给骗了 反而是觉得女体 女主觉得小林有很大的问题 开始调查小林 可丈夫觉得她太敏感了 一个小孩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女主很生气 除了她 其他人都觉得小林很无辜 这里不得不说 后面前俨然一副乖乖女的样子 可在女主这里却是一副 我才是这个家女主人的表情 在男主的调节下 小林为了让女主开心 故意将一把白玫瑰剪掉送给她 女主疯了一出事的孩子 小林到地下哭 自己夹断了手臂 丈夫却认为是女主太用力 拉断了她的手 撞在了雪堆上 会威胁小女儿 如果敢告密 就杀了她妈妈 会像成年人一样跟女主谈判 两个小孩在屋内商量 怎么对付小林 却被小林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 男孩来到小木屋 却没想到小林也跟了过来 她把门从外面反锁 一把火烧光了证据 男孩只能从窗户爬了出来 但是最终还是摔下来了 男孩性命是保住了 可这对小林来说 却是个威胁 小林一就是一巴掌 男主见状立马抱起小林 并训斥女主 女主被弃得住院 男主也是个心大的 留下女主一个人住院 还说要带着两个女儿先回家 回到家里的男主酗酒度日 小林正是穿大怒地喊着 我和你妈妈才是真爱 你只不过是个意外 丈夫这边也发现了小林的秘密 但是为时已晚 小林拉了电闸 从背后一刀刺中男主 等到女主回到家中 发现丈夫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他寻找小林时 又被偷袭 被一枪射中了胳膊 两人的打斗中 女主一记泰山压顶 直接压趴了小林 女主带着小女儿跑了出来 没想到小林也追了出来 三人来到了冰面上 女主被小林拿着刀 划伤了好几下 在这危机时刻 小女儿捡起枪 这一枪打歪了 子弹打在了冰面上 冰面瞬间崩塌 女主和小林一起掉了下去 女主甩先爬了上来 可是小林像一个跟壁虫一样 就是甩不掉 她抓住了女主的脚 并打起了感情牌 然而女主并没有被蛊惑 这样看到这儿的小河 直呼惑也 小林就这样沉了下去 再也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